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 现实强硬如同战争动员 他说抗美援朝战争最终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齐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是一切不复返了 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 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他还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 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识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遇到威胁腿肚子不抖腰杆子不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的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有网友发现说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梦和谎言中 以为中国人还像以前一样好骗吗 网友马冲发现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对联合国的战争 中国人自愿去朝鲜战场为金日成打仗 所组成的部队称为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的签字代表为朝鲜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哈里逊中将 南韩在国际法庭的起诉书中 中国军队是唯一被判为朝鲜入侵者的 这也导致1958年在北朝鲜的志愿军全部被遣散归国 网友感恩发帖说关于那场战争 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 究竟谁赢了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事实证明 当年如果美国不出兵 韩国人现在就过着北朝鲜人的生活 有饥饿有逃亡有迫害有恐惧有三代伟人 如果中国不出兵 北朝鲜就过上了韩国人的幸福生活 有三星有现代有韩剧音乐有民主自由 一篇题为错误的朝鲜战争的网文这样写道 林彪当年不肯打朝鲜战争是怕死吧 当时只有他的脑子是清醒的 1953年7月27日晚9点 汗天动地的朝鲜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这场战争曾经给无数人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 奥巴马在朝鲜战争纪念60周年上的讲话值得深思 牺牲了那么多士兵 只签了个停战协定 是不是白死了 我们有没有做过同样的反省呢 中国和朝鲜士兵又死了多少呢 我们得到了什么结局呢 在解放战争末期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府已失去信心 认为中国应该改朝换盖了 解放军占领南京时 所有国家驻华大使闻风而逃 唯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下了 他是奉美国政府之令 尝试与即将诞生的新政权接触 因为当时中国是二战战胜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如果能够继续和中国搞好关系 美国将授意匪浅 然而斯大林不希望中国 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任何接触 最好中国能与西方为敌 把苏联当作唯一依靠 充当苏联炮灰和卫星国 斯大林知道中共领袖是十足的农民 在国际政治方面没有经验 于是就开始把中国玩弄于鼓掌之间 缩使金日成入侵南韩 1950年2月25日 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 划增南北朝鲜的三八线 进攻南韩 当美国纠集联合国部队准备军事干预时 苏联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完全可以一票否决 可是就在投票关键时刻 苏联代表却因故缺席 故意把联合国部队放进朝鲜 然后缩使中国出兵朝鲜 南口答应一旦中国出兵 苏联将提供强大空军支援 可当中国三个军的首批部队进入朝鲜后 苏联却推说要顾及与美国关系 不便派空军参战 联合国部队由22国组成 结果中国出兵朝鲜 等同于宣布自己完全投靠了苏联 与世界为敌 中国出兵后 联合国马上讨论决议 定义新中国为侵略者 并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 苏联仍然可以一票否决 但又在最关键的投票时刻 因故缺席 致使该决议顺理通过 从这一天开始 新中国背上了侵略好战的骂名 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境地 同西方接触的大门被关闭 失去国家发展良好国际环境 长达几十年 第四次战役后 联合国军已经完全站稳脚跟 战争天平开始完全朝相反方向倾斜 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又开始忽悠中国 要志愿军发挥大无畏革命精神 不怕牺牲把美国人彻底赶出朝鲜弹道 中共被忽悠的脑袋发热 发动了第五次战役 结果从三六线到三八线 志愿军被打得溃不成军 损失惨重 斯大林提供给金日成的武器 全是苏军现役装备 提供给志愿军的武器 全是苏军淘汰装备 而且高价提供 朝鲜战争所形成的结局就是 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几乎全部失现 苏联成最大赢家 日本台湾也是赢家 扩大的朝鲜战争 使得美国不得不把日本当作后勤补给基地 132亿美金的军事订单 使日本迅速起死回生 美国虽然付出了四万多士兵的生命 但通过朝鲜战争 牢固建立了美日韩澳台 及东南亚国家的亚太军事同盟 一个北美国家居然牢固掌握了亚太事务主导权 数十年来得到巨大国家利益 也是一个大赢家 金日成被打回战争起点 打了个平局 而中国成了唯一的输家 首先战争拖延了台湾问题的解决 用畅气的话说就是气口断了 断就断在朝鲜战争 到现在台湾问题气口能不能接上都成问题 北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把中苏都拖入泥潭 而苏联作为共产国际大佬 一方面以命运式姿态指挥中共和朝鲜进行战争 另一方面避免与华盛顿擦枪走火 中朝相比显然朝鲜更不具备打一场战争的实力 因此中国出人 苏联出装备去朝鲜打仗 就成了朝鲜战争的奇观 新中国刚从联年战争中缓过一口气 正百废待兴 朝鲜战争每年花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 举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力进行一场战争 其残酷性可想而知 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要尽快加入联合国 战争结果却适得其反 导致中国在战后 进入长达几十年的荒谬和闭关锁国状态 文章最后对国内主流错误观念 进行了一一批驳 第一 如果不出兵朝鲜 美国就会入侵中国 中国就可能亡国 就没有和平环境 其实 所谓的保家卫国 只是为出兵朝鲜 假托的借口 早在美军参战前 毛泽东斯大林就断定美国既是参战 也不会以中国为目标 中国领导人的误判 是判断美国只会派日本陆军部队参战 没想到美军直接参战 战后 李希威将军的著作中也提到 这场战争来得突然 美国的准备也非常仓促 所以说美国人意在通过朝鲜战争侵略中国 完全是自欺欺人 第二 出兵朝鲜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使中国军队令世界尊敬 这完全是无济之谈 朝鲜战争只不过是把美军打回三八线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美国人能想起这场战争了 而越南军队却把美国人彻底打回了老家 美国承认越战是一场完全惨败的战争 今天的美国人提起越战 还能感觉到切腹之痛 那么请问 今天越南国际地位高吗 越南军队国际地位高吗 最后 由于朝鲜战争中 志愿军装备落后 战术落后 所以整个战争付出了惨痛代价 官方承认的牺牲人数为36万 外界估计的在36到70万之间 其中政团以上干部187人 师以上24人 军以上6人 被俘人员近三分之一回到了国内 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损失 随着战争的延续 毛泽东对志愿军的歼敌要求不断下降 实际上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一次尖敌一个整编营都很困难 自己确实一不小心就整尸被歼灭 战争进行到后期 志愿军整个部队普遍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 不想再打下去了 从国际军事界研究评论和不少美国寒战老兵回忆录来看 他们除了佩服中国军队勇敢不怕牺牲外 并没有任何再值得他们称赞的地方 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 他们是在抗击金日成的侵略 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有正义之师的明显 亲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好战者侵略者的骂名 不是国际地位提高 而是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名誉扫地 直到今天 中国还在品尝这颗苦果 任何国家搞发展 国际社会都能理解 唯独只要中国稍有发展 国际社会就一片中国威胁的喊声 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发展环境 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 我是张宇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习近平在纪念韩战七十周年的讲话中 高呼以战指战 以武指戈 煽动民间反美情绪 摆复一副不惜与美国交战的架势 另一方面 中国并没有高调的反美行动 相反 胡春华等中国官员 密集会见美国商界人士 承诺中国愿意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并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力图稳住美中关系 进而稳定美中整体关系的意味明显 那么习近平高调抗美是不是真心 为什么中方官员极力挽救特朗普政府已经不感兴趣的一个美中贸易协议 北京软硬兼施 美国大选前后的美中关系还会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高调抗美低调求和 习近平软硬两手 鼠为真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 戴博先生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一位呢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 戴博先生你好 许波你好 吴先生好 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习近平他在中国高调举行的这个纪念抗美援朝出兵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呢似乎传递一个令人非常惊悚的这个信息 那就是中国不惜于侵犯北京核心利益的国家血战到底 那么有学者就认为这是自1972年尼克松破兵访华以来的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一个表述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他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习近平这次讲话确实是72年尼克松法化以来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表述 你把这次讲话和十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的次讲相比呢 这次讲话多了两个内容 一个内容是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反讹诈反封锁反霸权反霸凌 这明显是指美国 另一方面呢就在这次讲话中当习近平在回顾抗美援朝历史的时候明确的提到美国政府他以前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件事 那后面呢他又提到明确提到反分裂这是十年前讲话中都没有提到的 那么就是习近平最后讲到嘛 说我们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 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 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那么在这里呢 他针对不止针对台湾 而且是针对美国 那么这个意味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 在这段讲话里头 他除了提到国家主权安全之外 还提到了发展利益 这么提到这么一个概念 就在两天前 那中美官媒报道 中共准备修改国防法 把这个开战条件这个内容里头加进所谓发展利益 也就是发展利益 如果发展利益受到损害 那作为开战的条件之一 那由于这个发展利益 这个体制空间更大 这就使得这个中共今后动武 那的余地也就更多 这当然也是一个信号 我想当然习近平这些发表这次的讲话 之所以和时间相有那么大的不同 那除了这十年来 中共的国力有了一些选择的增长 那更因为中共这种坚持它的一党专制 日益换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警觉 那么今天的中国一方面 尽管它的力量比原来有了很明显的增长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它的国际环境又比过去更加恶劣 那么习近平讲话 基本上是您用这个形式而提出来的 那么的确像胡先生说的那样 很多学者呢都注意到习近平的口气 这一次是异常的强硬 他在讲话时表示呢 他说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同他们对话 这就是以战指战 以武指戈 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那么分析人士就说呢 这话是异常高调 威胁口味是十足 我来请教华盛顿的戴博先生啊 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美国各界都有什么反应 所以说美国的反应 不是我们听不懂的问题 是我们根本不理你的问题 其实他这次的演讲 我知道在中国国内是个非常大的事 而且我们就是专门观察中美关系的人 也都是主意 我都很具体的看 可是你看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个反应 是几乎没有反应的 纽约时报 华盛顿旧报都写了有关他的演讲的 这些意思和这个分析 可是没有人理他 贴子不多 现在美国人的注意力 都在那个抗拒这个大流行 或者是美国的那个总统警醒 每一次中国共产党开一个大会 多数的美国人觉得 这个是非常没有意思 甚至很就是很无聊的事 所以他们不怎么注意到这些问题 我并不是说美国人不理你是对的 我就是说实际上 美国人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 当然他是要给美国传递一个信号 可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总结 他就是习近平就说了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把党端造的更加坚强有力 这是他最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他最重要的听众观众是过内的 过内的要支持共产党对所有的 包括思想在内的那些领导或者是控制的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觉得 习近平已经说的那个国际环境变得 在一些方面是有利于中国 可是在别的方面是有害于中国 他觉得如果中国人民有一个危险感 觉得中国有可能再受到这个侵入 他们就会更积极的支持共产党 所以我觉得他主要不是给美国人讲的 这个是次要的 最重要是给国内的 他的有关那个朝鲜战争的这些历史性的一些分析 这是老圣传坦的 有真实的东西 可是老谎言也都出现了 包括那个中国人民这个志愿军 是中国优秀儿女组成的 我们都知道是解放军 所以这个是一个谎言 说美国是侵略或者有意图侵略中国 这个也是一个谎言 还有另外一点他又说了中国是抵御 西军战是中国自己的学者 已经做了最彻底的研究 证明这个西军战根本不存在 所以美国人不理习近平的这次的演讲 一个原因是我们正在注意到我们国内的事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对历史的分析 就是宣传色彩和谎言有点太多了 我们请你了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这边讲话里面 有许多所谓的金句 中共官媒已经总结了许多这样的金句 把它罗列起来 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抗元朝的胜利 让世界知道了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 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分明是对美国喊话 我来请教胡先生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对美国撂下如此重的话 他的确看到美中之间有发生热战的危险吗 他这句话 中国人民惹不得 惹翻了不好办 其实是毛雨露 很多人文人都以为是习雨露的 因为这个毛雨露我们不熟悉 你查呢 其实是毛泽东的雨露 我倒觉得习近平并没有看到 中美有发生热战的危险 如果他真看到了有这种危险 恐怕他会换一种说法 换一种口气 因为在当下 美中如果发生热战 那么有两个可能的引爆点 一个是南海 一个是台海 南海的问题是 美国会不会动手 台海的问题是 中国会不会动手 那大家知道 中共在南海人工造岛 并发军事化 那么美国会不会采取军事打击 前段时间对这个有很多议论 那就不久前呢 美国商务部 把24家参与人工造岛建设的中国企业 这个列入这个实体的名单 以示惩罚 这么看起来呢 只要在现阶段 美国出手的可能就可以排除 关于台海呢 台海进来的形势 确实比较紧张 不过我认为呢 中共也不会对台湾就动武 那当然它也就不可能 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发生热战了 那首先因为台湾保持现状 它没有改变现状 因为中共动武就失出无名 再有呢就像中共军方的英太人物 乔梁将军讲的 乔梁说台湾目前的形势是 文统无望 只能武统 但是不可轻率冒进 因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是取决于中美实力对比 中美未分高下之前 台湾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 那么现在显然还不到这个时候 所以在现阶段 中共不打算不可能对台湾动武 因此和美国发生热战的 在台海问题上 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 那么问题就是 既然习近平 既然眼下美中没有发生热战的可能性 那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说狠话呢 那我想它除了一个是有对内的作用 就像刚才戴博先生谈到的 这个对内强化 国内的民族主义啊 强化对政权的认同啊等等 另外呢 也有一条原因呢 就是他想阻止 世太朝他不希望建造的方向去发展 比如说 他就很担心 美国会不会在台湾驻军呢 如果美国在台湾驻军了 台湾安全就得到有保护 那会不会就搞起台独来呢 那到底怎么办呢 最近大陆中国 中共动武的准备工作 还没有做得很好 对这个事实上还担心呢 所以他把狠话撂到前头 当然还有呢就是前阶段 这个台湾立法院 无意义的通过了 台美复交 这件事情 你看国财办做的反应 也及时做出反应 不过这件事我觉得 其实到对这个引发 各方的冲突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你如果 假如现在美国和台湾建交 那么他并不是 因为在台湾 没有改变现状 没有修改他对领土的定义 又没有改国号的形成之下 如果美国和台湾建交 或者叫复交 那并不是变成了两个中国 也不是变成了台湾独立 或者一中一台 而变成了一个中国 两个政府 而这次国财办 在反驳 这个台湾立法院的这个决议 美台复交决议的时候呢 也只是说 他们坚决反对台湾独立 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 而没有提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换句话 如果你真是美国现在和台湾建交了 因为你是 无非就是 把它变成了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就中国大陆而言呢 它反而没有什么 可以反对的理由 因为这件事情 它倒未不会 清化这个三边的关系 那么人民日报 我们看到发表社评 叫大力弘扬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也在警告 说任何人 任何势力 企图通过霸凌手段 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 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 阻挠中国人民 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这个努力 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应 我来请教戴博先生啊 习近平的讲话 和中共官媒的措辞 好像美中一场大战 就要迫在眉睫了 那么您如何评估这种形式 究竟有没有战争发生的危险 如果有热点在哪里 真的会要打仗的吗 其实战争 打仗的这个危险 现在并不大 除了在那个东海南海 有什么擦枪走火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如果在台湾这些方面 中国宿主污吏的话 有可能就会打起来 要不然我觉得不会 而且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是致力于避免这个后果 因为如果是打仗的话 如果是用原子弹 或者不知道怎么打下去 肯定是第三次世界打仗 我觉得这个是两国的人民和领导人 都是都想避免的 那我们怎么分析这个习近平 有那么强硬的这些话呢 我觉得我们总是应该 尸身处地的想一想 安慰思考 他会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那我们就作为美国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八九个月来 尤其是从那个新冠状病毒 在中国爆发以后 美国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的批评和抠头上的攻击 是一直没休息的 是不是 这个事全作为有的 如果你是从中南海分析这些问题 好像每两天 每一个星期三四次 或者是特朗普他自己 或者是副总统 尤其是国务卿蓬佩奥 还有那个国家安全股问 中央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什么的 都支持 说中国好像是个 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合法性的一个政权 虽然他们说 他们并不主张政权耕点 可是从头到尾听起来 尤其是从北京听起来 这个是他们的意思 所以从习近平 从中南海的那个角度 思考这些问题 这半年来美国一致在最起码 抠头上攻击和故意的侮辱中国 你非得拨回不可 中国党局还认为他们是克制自己 所以他现在有点强硬 可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些说话 这段时间来也是比较强硬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有自我反省 这个我并不是说美国是没有理由批评中国 我不是这个意思 美国之音的很多的观众要骂我是 是亲共的 我是被共产党给买下来的一个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说我们要客观 要换回思考分析 其实中国共产党是这半年 这个半年来吃了不少美国的批评和他们认为是侵入性的侮辱 这也是个因素吧 好的 那么的确我们看到习近平和中共官媒这一次表现的是异常的强硬 可是奇怪的是什么呢 奇怪的是中国那边怒发冲冠 纵化鳞片 可是美国这边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刚才戴博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 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个表演 而且很多人也发现 中国人的这个言辞和行动似乎并不统一 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最近 这个中方有任何激烈的反美行动 恰恰相反 我们还看到呢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等高层官员 几乎就在习近平发表强硬讲话的同时密集的会晤美国商界人士 承诺中方愿意履行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营造一个高水平的开放和法治经营环境 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 这些示好求和的这个行动呢 似乎呢 几乎呢是和习近平廖众话同时发生的 看起来北京在应对美国方面的言辞与行动方面好像并不是十分一致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这边之所以黎明镜悄悄那就是因为美国估计到中国不会採取什么对抗性的行动 北京的言辞和他的行动有自相矛盾的一面 不过也有一致的地方 说他自相矛盾的一面呢 就是他北京说他主张共赢合作共赢反指责美国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那么这种指责当然占不够小 因为美国的经济还是最开放的 美国一直主张三零嘛 就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反倒是中国呢 才是高关税高壁垒高补贴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公平贸易 那么现在中国表示他愿意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要营造高水平的这个开放和法制经营环境 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显然离这个美国希望的那种公平贸易 离三无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是指他北京他的自相矛盾的一个地方 另一方面呢 北京的说法和他也有一致的地方 那就是到现在 这个美国他不仅仅是要求这个和中国这个公平贸易 另外还有一个他确确实又感觉到 就是确实又有就是美国自己想搞这个保护主义的这么一种倾向 那确确实是有 就像这个川普其实一开始就讲过嘛 他希望能够雇美国人买美国货 那就意味着你雇美国人就意味着你美国的资本不要出去 不要到中国去 另外也就意味着呢 中国的商品呢不要到美国来 这当然就是一种就是一种保护主义 而现在呢本来你西方你美国是最鼓吹最畅导 最身体力行自由贸易的 他现在你自己呢又在又在谈起了这个保护主义的这种调子 这未免就是从中国看起来 他当然他就有指责你的理由 那但这个问题其实正是长期以来 这种所谓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当时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问题 当然很多包括也很多中国的学者 比如清华大学的教授秦辉 原来我也写过一些文章 谈到你在和中国这种这个竞争这种所谓自由贸易的时候 你不可避免的会使你这种美国国家 导致你的产业的空音化 导致你的失业 导致你的这个福利系统的这个崩溃等等 到头来你必然不可避免的 你会做某做种种限制 那么这就和现在美国很多提示要脱钩 这就相联系起来了 而中国方面呢 他这一点呢 他确确是他不希望脱钩 所以这点他的强硬态度就表现在他不希望脱钩这点 而不希望脱钩 也就意味着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 政治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和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 那么这个这个动作看起来呢 历史看起来就是比较软的 他就以一种很硬的姿态 坚持一种看来很软的态度 其实这就主要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 那么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看到呢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大变 特朗普总统多次表明 他已经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持无所谓的态度了 有没有都可以了 定性呢 他威胁连任之后 如果连任 他会继续加税 那么他的政府也没有就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呢 向这个中国施加特别的压力 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即便是不履行贸易协议 似乎也无可厚非 我来请教戴博先生 有分析就说呢 现在中国强调他要履行承诺 是目的呢 主要是要稳住这个美中贸易关系 进而呢 稳定美中之间的一个整体的关系 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那个贸易 再也不能做中美关系的压长使 不可能 它只不过是我们全面关系的一个 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已 现在主要是地缘政治的这些较量 而是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 我并不是说贸易一点都不重要 可是我觉得如果中方就是考他 像你说的要稳住这些关系 这个是不会成功的 特朗普现在对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 这个贸易协议不感兴趣的原因 我觉得很清楚 没有成功 其实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尼加 比特朗普党总统之前的还高 而且美国跟全球的贸易尼加 也是个历史性的高峰 再加上美国的很多公司 包括离开中国的公司在内 并没有回到美国的本土上来营业 对不对 他们是去墨西哥去越南去别的国家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指数来衡量 这个贸易战是否成功的或者失败的 特朗普在精神当中不愿意提 因为他没有什么话 他没有办法说我的成功多么多么的大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不真的是不感兴趣 他只不过是现在不愿意提 为了他国内的政治考虑而已 如果中国不继续大量的买美国的弄作物的话 特朗普是肯定会建议的 因为他是需要美国的这些中央家的 美国的中部的这些人民的支持 所以他说他无所谓 其实他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就像我说的 习近平给 讲那个朝鲜战争 那个七十周年 主要是给国内的人讲 而不是给美国讲 特朗普一样 说他对这个贸易协定没有兴趣 都是来自于 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国内的政治考量 好的 那么戴博先生呢 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呢 按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中国今年已经完成了 采购美国农产品定额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在新冠疫情 这个肆虐的今年呢 是实属不易的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这种 近乎主动履行义务的这个热情 令人钦佩 也是令了许多美国人 包括美国官员 让他们感到意外 那么我来请教 胡先生 这是什么精神呢 这就让我想起您过去呢 对中国外长王毅所说的 那个拒绝脱钩的这个评价 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拒绝脱钩的一个精神吗 我想这一来是拒绝脱钩 另外一来 也是因为现在的中国 已经面临粮食危机 因为中国粮食本来就是紧平衡 那今年由于疫情 更由于南方很多地方发生的洪灾 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黄灾 中国的这个农业今年是遭受不少的损失 粮食短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那么这么一来呢 这就急需要进口粮食 那如果说当初签订第一阶段协议 中方承诺要购买更多美国的农产品 这中间有让步的意味在里头 那么现在更多是需要 也就是中国他自己确实 他不完全是为了履行那个协议 为了让你川普高兴 更重要的是 他自己确实非常需要农产品 所以他从他这个履行那个业务 这个热情之所以变得这么高 我想主要是因为他自己 有种很紧迫的需要 当然这里也和那个拒绝勾勾勁是有关系的 刚才我也讲到过 因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更担心 中美两国之间那个贸易 从此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 再进一步发展这种双边的贸易关系 他对这个美方表现出 种种要脱钩的这么一种迹象 那是相当担心的 所以他就愿意通过一些比较积极的行动 给美国方面一种表示 让美国方面觉得 和中国继续做生意 扩大做生意还是有好处的 对他希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好的 那么两国先属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以来 我们看到美国接连对中国的企业 华为中芯国际等下众手围剿 并且还现在正在试图封杀微信和TikTok 等中国的国际先进领先技术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 中国对美国在华企业采取任何行动 我来请教代国先生 种种迹象都表明了 中国没有准备同美国脱钩或者决裂 更不会达到像习近平所说的血战到底的那样一个程度 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脱钩不会是绝对的 我们可以肯定在稀土方面 在所有的那些医疗这些药物方面 还有在芯片就是数字化这些方面 会有帮个脱钩的一些情况是肯定会出现的 可是到现在为止 中国还是非常需要美国的比较先进的芯片 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敢动手 再加上特朗普已经宣布了 有很多次有很多新政命令说 要扼杀什么中芯或者华为等等 可是每一次他宣布以后 总是有一个过程 总是有人就是打官司 或者是有一个美国的法官 就是会说你要扼杀什么TikTok 就是违背或者那个微信 是违背了某一些美国人的言论自由等等 而中方中部来讲 分析美国国内的这些过程 他们是比较耐心也比较有研究的 他们不会因为总统就是宣布一次而给吓的 再加上他们也正在等 那个11月3号美国总统那个大选的后果 因为如果他们明年的一个参谈伙伴是拜登跟特朗普的第二人 其实可能是他们的人是两种事 所以要耐心 好的 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 我们最后请两位嘉宾呢 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 对美国这个美国的态度好像在行动和言辞方面呢 不太一致 习近平对美国一手硬一手软 那么究竟是硬还是软呢 首先胡先生 我想他就是表面上硬实际上比较软 是以鹰派的姿态 表现出一种鸽派的立场 那这里其实他也并不是个软的问题 因为继续维持和发展和美国的经济贸易 这是符合中共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还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 好 那么戴卓先生 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手硬一手软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全所为有的 没有任何心理可信的 所以我们正在慢慢的等着时间 我们需要使时间来了解中美关系这个新局面 所以你非得同时硬软不可 好的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讨论 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 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每年的10月25日是中共所谓的抗美援朝纪念日 今年中共高调纪念所谓的抗美援朝70周年 并通过放映纪录片 推广韩战电影等方式进行相关宣传 今年10月23日中国韩战新片金刚川上映 该电影由中国电影有限公司领先出品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社控股的人民网参与投资 由管虎郭帆路阳导演 吴京邓超等众多中国明星参演 在上映首日 该片就播放了17.92万场 创下中国国产电影单日播放的场次记录 然而 如检索中国著名电影评分网站豆瓣 则会发现金刚川分数不高 近7万名打分者 仅给出了6.7分的总体评分 有不少中国网友则表示 他们是被单位组织观看的 此外一些影院甚至直接打出了 欢迎启示业单位预定包场观看的广告 人民网也在10月24日发出报道 称该电影是在2020年 这个特殊的年份里 持续书写中国精神 民族自信 人民自豪的作品 这些现象显示 中共对金刚川进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推广 韩战亲历者 现居加州的中国法学家陈干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共利用韩战定进行宣传 与其近期播放纪录片 虚假的指责美国在韩战中进行细菌战 举办各种官方活动 高调纪念所谓抗美援朝等举动有关 都是为了借助韩战历史进行反美宣传 他说 我说为什么现在他要高调呢 因为西纪彼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是内外交控 他受的那个教育就是这个 毛泽东世界上那种 要强势的对待这个美国 他可以 他低谷了这个西方对他的这个制裁 因此呢他就要采取强势的态度 是的 那强势现在就和我们找个什么造造呢 就是躺在那里找了 他认为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打败美国 看过该电影的叶先生表示 金刚川为对美军进行脸谱化的刻画 是一种新式主旋律战争片 这部电影从四个视角来讲同一个故事 其中一个视角是通过美军飞行员的角度 现在的观众已经厌倦了那种脸谱化的敌人形象 电影里的美军飞行员形象也比较充满 我觉得这部片子在试图用银河当代观众口味的方法 去讲一个主旋律的故事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新型的主旋律战争片 一位现居中国通过电子邮件接受采访的匿名影评人 评价了金刚川 认为该片借鉴了部分西方战争片的拍摄手法 他透过电子邮件接受采访时表示 金刚川的拍摄手法与诺兰的敦克尔克比较相似 这部片子从完成度上来说 比敦克尔克还有所差距 故事不够立体丰满 但它还是表明第六代导演已经在有意识的跟国际接轨 中共正是利用第六代导演的这种特点 试图推出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主旋律片 从而达到在年轻人群体中 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 这一点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 旧金山报道 不同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 我是陈公 欢迎大家再次进入不同的声音 本节目的大标题 中美脖子大战 节目的开始 首先是一天 本节目主题音频要影 2020年7月23日 尼克松图书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我们必须要给中国人民更多的力量 因为他们是热爱自由的 非常有动力的人民 他们与中共是截然不同的 是敬畏分明的 中国的共产党一直都是最大的撒谎者 他们所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中国它最统治的不是外国的敌对势力 而是自己的人民 一个多月后的9月3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任何人 任何势力 企图把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 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中国人民都 绝不答应 2013年7月10日 华盛顿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中美关系有点像夫妻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虽然有吵架 有分歧 但是都必须增盈了解 增强互信 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 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 像邓文迪和麦多克那样 代价太大了 2015年10月16日 北京减评与发展高层论坛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而上述四位不同时期的外交汤药 基本上囊括了习近平皇朝八年来中美关系的五位杂陈 然而苦未尽 甘未来 汪主其密语中的夫妻关系不多久便同床一梦 眨眼间 步入邓文迪莫多克模式 更有圣子 夫妻间开始了一场咬牙切齿的抚养权夺子大战 我们暂且设定彭廷为夫家 习总乃七世 十四亿中国人民如父母之爱子 而汉夫一意无形 执意与爱子中国人民进行接触 并赋予了他们力量 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 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 而失态的前期则打到了七寸般的暴跳如雷 连喊五个 绝不答应 至此 怨女旷夫 行同陌路 更有圣者 坊间一度盛宵城上 南方予于五十年前早早离异的海内边正房复婚 前期闻讯 自然暴跳如雷 放言 若南方成事 必邪子杀过海峡 守战即中战 斩首正房 以解心头之恨 好了 咬文角自至此 我们迈入正题 毛主的习的真命天师毛润之 在小一百年前的1925年 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 侃侃而谈 他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都能成效甚少 其基本原因 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我们且将此文打散了重组 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反习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切反共斗争 成效甚少 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就这一点 蓬佩奥国务卿的枪 会逼他们上梁山 只会产生更多的两面人和伪君子 忠诚没有生成的头脑和空间 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大多数中共党员认同普世价值 也见识过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法治 明治已开的社会是不可能再回到愚昧时代 习近平的身边有一个巨大的千敌集团 那就是他新极权主义的群务人 八千九百万中共党员 把反习的红二代团派职业军人 愚昧习的梁家河帮死党 趁习的枝江新军马帝金区分开来 等个太子党吧 他们应该能够感受到自己面临的威胁 他们切实实在利益上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不好的状态 促使他们现在要快速集结反对习近平 甚至让习近平下台的一个原因 习近平他现在真的就是股价管了 装管司令了 真正能够去拥护他的力量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说现在就是要一个偶然事件吧 这个偶然事件什么时候发生 在什么地点以什么形式出现 这个我不清楚了 肯定会发生 而且这个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反对习近平 对习近平真正能够造成直接威胁的 就是这个太子党这个团体 所以习近平呢 不惜下重手 判任志强18年 但是这种做法吧 只能起到一种加速的作用 甚至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把王沪宁 韩正 汪阳等江派团派的江湖旧部两面人 和栗战书这种 闽玩不化的死硬分子 区分开来 要考察一下习近平的基本盘是什么 我们看到 比如说习近平在17年的时候 通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 这件事情至少就打掉了很多支持民主 希望中国走向自由的人 对于习近平的希望 在这一部分的话呢 它的基本盘就在流失 那么如果贸易战发生问题 那么很多的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国的老百姓 长期以来对物欲的这种煽动 对这种物欲的放纵之下 很多老百姓呢 对自己的生活水平 生活状态是非常看重的 如果因为贸易战造成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人们对这个习近平本人的支持的话也会流失 他们基本上来说的话就会失去对当局的支持 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民间这方面的支持呢 不断的迅速的流失 那么在党内呢 就是很多中共的官员的话 他们都在纷纷的跳船 把他们的资产想办法转移到海外去 把他们的子女啊 老婆呀 二奶三奶之类的转移到海外去 这批人对习近平的支持呢 他也在流失 可以发现习近平他没有什么执政的基本盘 无论是内政上还是外交上啊 从他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集团来说 或者从民间普罗大众来讲 他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坚定的支持他的一个基本盘 如果习近平一旦不能够亲自去理政 或者说他的政治权利一旦受到削弱的时候 由于身体的原因 很多事情不能够亲自处理的时候 习近平其实就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中共党内很可能有一个反习的势力 那么这个反习势力中 是不是王沪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曾经是江泽民的幕僚 他给江泽民炮制了一个三个代表学说 在胡锦涛时期 他又炮制出一个科学发展文 然后在习近平时期 他又炮制了一个习近平什么 治国理政的新思路等等 他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把一些废话 包装成为一个高深理论 但是实际上来说 他到底对谁是忠诚的 其实王沪明呢 他应该一直对江泽民是忠诚的 从一开始他发迹的时候 就是江泽民对他的提拔 他整个一个发迹的过程 就是在江泽民的扶持下起来 王沪明在反习的这方面 其实在很多方面 他都表现出跟习近平的不同度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习近平他能够打的牌 是非常非常少的 包括他在国内 我们刚才分析 就是他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 一个执政的基本盘 如此这番 如果将抽丝剥茧出来的 这些统战对象 比喻为习近平的皇帝新衣 那么极有可能 这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 他的一尊上下 也就只剩下栗战书这条破破烂烂的底库了 更不要说那些最上层的吃瓜群众 温家宝 胡锦涛 江泽民 朱隆基等等 这个蛮狠蠢的末代皇帝 哪里还有什么基本盘 让我们进入民营制作心 李一平 来谈谈中国反习各阶层的统战风险 太子党在贸易战爆发之前 本来对习近平还是相当容忍的 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习近平这么搞呀 就会把他们过去几十年 积累起来的这些财富 话不又不有 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 一定要想办法把习干掉 习近平呢 通过这个选择性的反吼 清除他的政敌 所以那些平民出身的那些官员 对习近平是恨之入骨 现在呀 太子党平民出身的高层 都已经走到一起了 大家利益上一致 中共的这个内斗 短期内一定会公开化 白热化 中共内斗一旦公开化 民间的力量也会介入 民间还有很强的政治潜力 虽然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但是呢 只要高层内斗一加剧 民间的力量就会早到突破口 这种潜力 瞬间就会转化成政治实力 现在民间存在着 两个大的政治思潮 每一个政治思潮啊 都有大量的跟随者 第一个呢 就是民主宪政的思潮 中国具有民主理念的人呢 我的估算是在 两千万到三千万左右 几年以前 微博啊 还非常兴盛的时候 那时候在微博上 传播民主理念的大V 比如说像贺伟方啊 李成鹏啊 好几十个 他们每个人呢 都有上千万的本师 当然这些本师 很多是重叠的 这些本师的教育水准啊 比较高 见过四面 其中有一部分是 非常热心 是政治活动的 只不过是 现在还没有找到 适合的时机 一旦时机到来了 这些人就会形成组织 一旦形成组织了 那潜力就转变为 政治实力了 第二大政治思潮呢 就是毛主思潮 他们的人数啊 不如民主派 但是潜力也不小 因为他们鼓吹的 共产主义 平均主义 对多数穷人 天然的有吸引力 而现在中国的穷人呢 又特别多 另外呢 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 维权群体 他们因为意义 受到了中共体制的 中共权贵的损害 现在大家聚集在一起 进行抗争 他们虽然没有 很明确的政治目标 但是呢 他们中间有一些啊 具有政治嗅觉的人 在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 一定会站出来 为这些群体提供一个 符合他们需求的 政治目标 这样呢 这个潜力就转参为实力了 现在很多工厂的工人呢 在罚工 在讨薪 很多农民工啊 失业了 返回家乡 也是无所事事 他们里面也有一些 有政治才干的人 都在等机会 将来全民上街抗议的时候 他们把大旗一束 提出一系列的 符合工人农民的纲领 组织一个工农党 工人党 很快就会成为 强大的政治势力 还有一些 维修群体 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 但是呢 他们可以加入 其他的新兴的政党 重大那些政治势力 还有一些 宗教上的势力 比如说 法轮功啊 基督教啊 非常有潜力 基督教教会啊 现在是处于 被打压的状态 人数呢 都有一亿人之多 他们对无神论的这个中共啊 是非常过满的 而且这些 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牧师 多数是美国 欧洲 或者是韩国的 这些教会培训的 天然的就对这些 民主国家有好感 一旦政治变革开始了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 就会成为 民主政营的支持者 出现一个基督教民主党 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中国一些传统的宗教 就是中共所说的 那些反动会造门 他们的政治倾向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反共 第二是倾向民主 虽然是被强力的打压了 但是呢 他们都在地下 蓬勃发展 都有相当大的政治潜意 都可以转化为政治实力 再过几天呢 就是六十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那场风起云涌的运动 就是从吴耀邦 逝世开始的 也就是说 中共体制内的蝴蝶 煽动一下翅膀 在民间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最后演变为巨大的政治风暴 下一次中共内度公开化 白热化的时候 它本身呢 就已经是一场风暴了 那么在民间 就会引发更大的风暴 引发革命 当中共党内有一派司令 通过政变 把习近平给打倒了 民间各种力量 难道会冷眼旁观吗 毛主 一定会趁机走上街头 反对资本主义当权派 民主派呢 也会走上街头 争取民主自由 各种维权团体呢 也会走上街头 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各种宗教团体呢 也会走上街头 表达宗教自由的诉求 上街的人太多了 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 警察抓不完 法庭省不了 监狱也关不下 中共那个常规的暴力机器 不能够维持秩序了 而这个时候呢 由于中共高层呢 内斗哪一派都不能完全控制军队 因此呢 他们也不敢动用军队 去镇压庞大的街头人群 各种各样的抗争人群 迅速地形成组织架构 政治潜力 就转化为政治实力 中国就改变了 这种改变 除了对习近平和他的这个亲信 小圈子福利之外 给所有的其他的中国人 政治派别都提供了一个机会 给整个国家都提供了一个机会 提供了一个再生的机会 有些人说啊 你们现在这么高举反攻大旗 要把共产党打倒 现在共产党员呢有九千万共产党员能接受吗 这种观点呢是经不起推销的 也是外行化 共产党倒台既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也符合广大共产党员的利益 过去苏联呢 很多这个东欧国家都是共产党执政的 共产党倒台之后 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呢 并没有受到损失 而且呢还得到了一个政治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中共九千万党员现在也面临着这么一个机会 将来变局开始之后 九千万党员有哪一些路可走 第一条路呢就是反共之路 现在的党员甚至是干部 甚至是最高层的 政治局常委的都可以走上反共之路 当年苏联的叶利钦 他先脱离共产党 八九九事件之后呢 还宣布禁止共产党 他把共产党一手埋葬了 后来他就成了俄国的总统 当然了走这条路需要勇气需要担当 如果中共内部将来也出现一个叶利钦这样的人 亲手结束共产党 他就成了人民英雄 当然了还有一些更多的职位不高的中共党员 你如果是能够在人民抗争的时候啊 抓住时机勇敢的站到人民的这一边 即使是你没有机会成为未来的总统 但是你也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县长啊 成为未来的市长啊 成为未来的省长啊 或者是成为各级议会的议员呢 这样不仅仅过去 你在共产党内做的那些坏事 人民都会原谅你 而且呢 在新政府当中啊 还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 共产党倒台了 对大家更好啊 九千万党员里面呢 有一大半 并没有参与共产党了 作恶 也没有从共产党里面得到什么好处 他们实际上还是在社会里程 就是普通老百姓 客观上 他们是有罪的 帮共产党壮大的声势 但是呢 是属于很小很小的罪行 不会应当受到惩罚 只要他们退出共产党了 回归人民了 就可以重新做一个正常社会的 正常的老百姓 和其他人一样 享受民主制度带来的安全 和平和富足 几乎所有的这些权贵高层呢 都在准备逃跑 他们已经把财富 把家族 已经转移到西方国家了 这些人呢 都在观察风向 中共内斗一激烈 让人民走向街头 让政变兵变民变 互相激荡的时候 这些人呢 绝对不会冒着 身家性命的危险 冒着失去巨额财富的这个危险 去维护中共统治的 当然 他们会趁机和西方社会谈判 用自己的影响力 阻止习近平政权 狗急跳墙 阻止习近平调动军队 镇压人民 这样呢 西方国家 他就会保证这些人的人生和财产的安全 保证他们的子子孙孙 可以在西方的庇护下 世世代代的 享受财富 九千万党员 绝大多数人 都可以啊 从中共的灭亡当中 得到好处 不仅仅不会受坏 还会得到好处 现在全世界最强大的那些国家 都在联手要消灭中共 中共啊 现在已经成了标准的弱势群体 而且他们还得罪了中国老百姓 只有那些极少数的 手上沾板的鲜血的 中共的高官 那是得不到人民原谅的 包括那些历史上 犯下严重罪行的 比如说六四元凶李鹏 还有将来的变革当中 下令对抗争人群进行 残酷镇压的还原 还包括那些啊 执行中共镇压命令的那些爪牙 在大变革的当中 这些人可能很快就会被人民怒火 真是了 很可能呢 就在兵变和政变当中 对他们的同事就立正法了 如果他们侥幸逃过了革命风暴 革命结束之后 他百姓也不会原谅他们 国际社会啊 也不会庇护他们 天下很大 但是他们找不到长生之处 他们一定会得到整判 一定会被严惩 中共啊 它作为一个政党 罪行累累 庆祝难输的 全世界 全中国 现在的这个反共 都形成了一户合力 中共绝对不可能继续存在 但是中共九千万党员 不是全部都是罪犯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也只是犯了小罪 而且即使是犯了比较大的罪的 也可以将功赎罪 叶利欣就是苏共的高官啊 他在苏共里面的时候 不可能没有做坏事 但是啊 当苏共崩溃的时候 他做出巨大的贡献 他的罪行呢 被人家清洗得干干净净 而且人民呢 还给他巨大的荣耀 让他成为新政权的元首 中国的未来也一样 中国很快就要爆发一场 天翻地覆的巨变 中共一定会灭亡 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 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您现在说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 不同的新节目 正在播出 美中夺子大战 节目的下半部分 让我们重温流亡美国的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相关最广泛的 倒席统一战线的讲话 从修宪开始 这个党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 那个修宪从党内承稀少 它就是不合法的 它在三中全会前的两天 抢着抛除 齐消任期式的这么一个说法 迫使三中全会 跟咽狗屎一样的咽下去 那么你三中全会 那么多中央委员 居然没有一个人 敢在三中全会上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而一个人 一个主要领导 可以凭着他的这种 掌握了刀袜子 枪杆子 所以这个九千万党员 成了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 他需要的时候 说党整着 他不需要的时候 你这个党员干过 就不是党员干过了 就是他想把你弄到哪里去 你已经成为了探子分子 不支持实体经济 就成了罪名 妄议中央 就成了个罪名 对党不老实 这也叫罪名 哪里还有一点法治的味道 正当 哪里还有一点正当的感觉 完全成了一个黑帮老大 想怎么处置手底下的奴才 他就怎么处置 目前这个状况 谁想出来挽救这个悲剧都不可能 何况他还一条道要走到黑 谁说话怎么行 最开始他上来的时候 是明里按理的 想弄点个人崇拜 提高自己的微信 提不上来啊 16年的10月份 把妄议中央放进了18届六中全 这个党纪里边 四个意识 什么看齐意识之类的东西 他放到了政治正确的 必须要说的关法 就是说现在标配 以后我们就要叫标准配置 什么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 尤其这个两个维护 全党围着一个人转 这还叫政党吗 早就不是政党了 他就是一个非邦老大 手里捏着的一个工具而已 你现在谁能出来 谁能改变他都不可能 如果说有可能换人 这是第一步 当然最好的是换人 当务自己换人 常委会最后 所得一个集体决议 少数服从多数 你这个干的不行 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党 因为个人重大的问题 而拖到了死不痛的边去 让九千万党员 十四亿人民给你赔账 这是不可以的 如果说我们的中央政务局 常委的这些人对党 但凡还有点责任性 对这个国家 对民主 还有点责任性 七个常委 是应该还会做决议的换人吧 其实只要你要换的人 外部的环境就开始松了 因为这就是个标志 告诉外面 我们要转向了 只要这个人在台上 外部的环境 只有越来越紧张 是不可能换的 不可能与我们缓和的 而你换的人 外部环境 就可以缓和 因为你做了个 不说话 别人都知道 你有可能转向 就是最好的是 其他的这些常委 有那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心 那要现在这帮人连政客都上手 完全就是一个人的 手下的农产上来的 当然我这么一说的话 很多会把什么汪洋之类的 都打到那片李克强 其实他们也是很不容易 在各自的位置上 很努力地来减少损失 努力地再来做些工作 缓和危局 那么这个党 现在的老人也好 现在这个党的常委也好 能不能再有一次 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人民分析 做一个少数不少多数的 这么一个决议 请这个人下去 体面地退居二线去养老去 不要再去干预 然后我们这个党 有可能挑选 如果说这个人不下去 我们这个党没有机会 如果说有可能坏人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 不是我们怎么往前走 而是我们先停止什么 哪些东西不要继续 不是说我们现在 在实行什么新政策 不要 就是说你停止进行了 比方说动不动的三微信 以言治罪 这些东西你可以停止 很少有人说 在这儿还能赚钱了 大家想到的就是 安全第一条 增加性命也要保住 有钱的走了 有本事的走了 一大摊只能下来的是什么 还能剥夺老百姓利益的高层权贵 留在这儿喝鸣血 鸣智鸣告 还有就是永远也走不出去的 相当大批的贫困的人群 这两群人士 现在还在这儿能走的全跑了 这个国家还有期望 没有期望 这不必须要做呀 波乱反正 就像当初文革结束以后 波乱反正 重新来整理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清理就必须是根上 所以的效法中国人 效法我们这些个 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人 这是一个政党 已经走到穷途落入的一个念梦 呈现在全球那边 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波乱反正 如果说能做这几步 其实下来的事情是好办的 因为我们还得相信 这个体制里面的绝大多数党员 干部心里是明白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而现在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都被裹挟着往前走 被他裹挟着你不能不这么干 我现在老在想了 这个党的官员为什么老在想规定动作 什么自选动作谁敢做 没人敢做自选动作 都在做规定动作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什么看齐意识 这种看齐意识绝对忠诚 让所有的这些党员 不敢由自己根据地方 实际情况的任何一点 实际的做的 找个明目就说你不忠诚 找个明目就说你 妄议思误的行动上对抗主要 这就活活地把一个国家给弄死掉了 党员干部心里很明白 一旦说请这个人体面下去 拨乱反正党内是没有主力的 毛那个时候老同志们要思想拐弯 现在不需要拐弯 大家心里很明白 关键就是我们的高层那些人 有没有这样为党为人民负责的政治勇气 敢不敢爱这一步 因为社会你现在也指望不上 它已经把整个中国社会打成原子散 杀一盘了 它把所有公民社会 社会的自主之能力全部打散 用警察制作暴力监控人民 这个社会本身已经不行了 如到现在这个状况上来了 一定是个混世魔王的消极 还得要讲党内的这些人 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自我挽救 自我救赎一把 如果讲的是抛弃体制 中国要所谓用改革这个词来 讲往前走的话 仍然希望在于我们这个体制内的 很多中高层的党内的一些 因为社会的底层 你是不如指望的 中国社会它不是没有活力的 它不是没有分析的 不是没有人才的 你现在把它摧残社会 摧残思想 摧残整个全党的这些东西 这个威胁 这个解除了 我相信大家都会起来 就像在1976年 老去世以后的那个状况 你跟中国没路了 最后呢 是不是 人家是走过来了 所以要相信这个民族 它是有任性 有升级的 但问题就是 这一个人 挡住了全国 全党的这个道 那么现在这个状况 如果不解决这个人 我们就看着这个体制 自由落体吧 等着它自由落体 硬着落 社会都会 然后从头开始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一套 今年的年底 明年的上来年 经济会崩倒进一 难道那个时候再看 整个这个国家是啥样的 现在要看外部施加压力 他还能扛一阵 钱还没有完全糟蹋光 等到钱都糟蹋光了 扛不住了 罗内的矛盾四起的时候 那时候再看吧 我们这一代人 活着的时候啊 这个五年之内 我们还能看到中国 还要经历一次 太乱世 这个乱世最后怎么收拾 很难讲 乱世去萧雄嘛 重新再走一轮 当初的那段路 中国人不信啊 命该如此 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节目是由成功采访制作 编辑和主持的 听众朋友们下星期再见 在这场题为贵在坦诚 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座堂会中 博明在短短三十分钟的演讲中 引经据点 以18世纪末波兰联邦的灭亡开篇 以英国警官和恶魔纠斗的故事收尾 阐述了古今中外民主与专制 正义与邪恶的历史较量 英国西约克郡的警长柯林 白天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 夜晚从数据中寻找慰藉 他喜爱的美国基督徒作家鲁医师 在地狱来红里有一段经典独白 没有急弯 没有里程碑 没有路标 通往地狱的最安全的路是缓坡又缓坡 脚下轻松又柔软 博明估计 柯林正是从这段话中 积蓄到战胜邪恶的智慧 在他看来 中国当局者的心态虚弱又自满 在战狼外交的背后 其实是一种绝望的机会主义 而美国的应对之道贵在坦诚 博明强调 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 确立了两个重要原则 对等和坦率 1987年 美国总统里根 在柏林墙附近的柏兰登堡门 发表演说 尽管被多位美国高官阻挠 他向当时的苏共总书记 发出呼吁 戈尔巴乔夫先生 推倒这堵墙 他还曾在伦敦市政厅的演讲中说 当自由的人民停止向其对手说真话时 其实就是欺骗自己 1989年 苏联解体 数万东德市民走上街头 拆毁柏林墙 就在柏林墙倒塌的五个月前 中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 发起了大屠杀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独立学者邓玉文告诉本台 美国外交风格现在越来越坦率 也要考量到中国的民间反应 应该就是 努力奥的那个演讲吧 就是我们的目标 需要对准 不是对准中国人民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就是很坦率地告诉对方 现在在一个大环境下 我觉得它并没有一个效果 你出财的很多措施 也是从地人政治的角度 去遏制中国的 比如讲留学生的问题 加上中国政府的一场操作 很多老百姓认为 虽然是考调市场是对着中共 但其实是对着中国来的 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未来的演讲 并援引尼克松在1967年的断言 除非中国改变 世界不会安全 他说中国的习总书记注定不会永远在中国内外实行暴政 除非我们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博明在本月初则再次公开强调 美国仍然欢迎大部分的留学生 他们只针对两类人 一类是那些有军方背景 存在签证欺诈的中国研究员 另一类是那些到美国来获取对中国军事发展或压迫中国民众有利的技术的人 而他们只占中国留美学生的1%左右 国际主流媒体经济学人在10月刊登的封面报道里 将新疆集中营列为反人类罪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上周公开提到 中国正在新疆对穆斯林实施接近于种族灭绝的犯罪 博明在演讲中以亲身经历 对中国当局的新疆反恐论作出驳斥 作为一个反恐战争中参与了三场颤兜部署的海军战队队员 我可以告诉你 新疆发生的一切在道德上 同反恐没有任何关联之处 这恰恰是1948年中国外交官张鹏春 参与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时 要根除的对人权的侵犯 旧亚洲电台记者许小山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10月21日宣布将中国官媒解放日报 经济日报等六家媒体列入外国使团名单 指他们受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 次凌晨 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在社交平台推特发文说 美国政府的最新限制将进一步毒化两国媒体 在对方国家的工作环境 只要中国媒体受到实质伤害 北京一定会报复 而美国媒体在香港的业务 可能会上中方的报复清单 对于胡锡进的言论 上海法律研究者顾国平 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胡锡进既是官方政策的代言人 也是一名五毛 他的那些话带有半官方性质的对境 但是他的观点不完全代表中共当局 他所谓中共将报复美方对中国媒体的伤害 这种说法太可笑了 今年2月 美国已将新华社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国发行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馆 6月再将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驻美机构 列为外国使团 北京媒体人前唐对本台说 胡锡进近期的反美言论受到官方肯定 也可能参与官方的相关政策制定 因此官方下一步或会有所行动 他说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代表官方 因为胡锡进现在毕竟是属于对受官方追捧的媒体 他甚至在某种意义来说 他比宣传部的消息来源可能还要更准确一些 因为他有可能直接和决策者能够进行沟通吧 看了大量的报道之后觉得他是有这个倾向 胡锡进的这个说法很有可能代表中央的某种 前唐说 胡锡进的如此表述 说明高层曾经讨论过相关议题 只是没有实施 我觉得他既然敢这么说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意愿可能已经很明显 所以他还会怎么在自己的特议上这些说出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曾指责美方限制中国媒体 是赤裸裸对中方媒体政治打压的右翼力震 将进一步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 也进一步暴露出美方标榜的所谓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 北京学者宋先生对本台说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中方正在准备以美国新任总统谈判的筹码 紧接着面临的中国的问题就是对话和谈判 中国要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这个索赔制裁 然后台海问题 中国呢现在这些问题上的应对 它需要更多的筹码 所以呢无论是从中国大陆还是从香港 提前把一些牌抓在手里面 这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现在胡锡进所说的这些情况 像是真的对 宋先生说先进后松抓人放人是中方处理很多国际事务的惯用方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美国国务院21日宣布将一财全球解放日报 新明晚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周报以及经济日报等六家媒体公司 列入外国使团名单 指他们受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 不会对这些媒体机构在美国出版的内容进行限制 我们只是想确保美国人民能够区分由独立媒体撰写的新闻 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宣传 两者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旅美作家林苍周介绍本台记者采访时形容 中国政府在美国展开的外宣 以及统战工作如水银泻底般无孔不入 中共历来是重视这个枪杆子冰杆子 外宣是它战略部局延长一个部分 你看看这个蓬佩奥他们反制 我觉得也是局部的底下 但是这个对于战略大局有没有影响 没法平衡 他还补充说 外国使团名单或许能限制一些人员的流动 但更核心的举动在于围堵中国资金流入 防止大外宣在众多资源的支撑下不断壮大 除了反制中国大外宣外 美国就中国强制劳动商品的制裁行动也在持续进行中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星期二发布声明 美国海关早年收到一非政府组织对内蒙古恒正集团保安长农工贸公司 使用强制劳动的指控 而在2016年战扣了该公司生产的田局棠 并启动调查 如今在获得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认定保安长从事定罪强制或受刑事制裁契约劳动 因此只是美国港口没收有关货物 不过声明没有透露具体证据细节 国籍人权组织人群观察 中国研究员王亚秋称赞美国政府的举动具有正面意义 同时感叹强制劳动现象难以被外界知晓 那我知道像中国劳工机构他有自己的调查人员去握底这种 这种当然这个也是挺危险的 这个你能知道现实的情况 真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只能依赖于公司就是自报那个情况 他找audit人 那些audit人去做一些调查 他的调查是可信的 据了解这是美国海关于边境保护局自1996年以来 首次宣布关于强迫劳动进口商品的调查结果 声明引述该局助理局长史密斯 呼吁进口商认真审查他们的供应链 确保进口商品符合美国政府的人道和道德标准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020财年 史无前例的发布了13份战口令 其中有8份是针对中国的商品 今年9月美国集中聚焦中国新疆的强制劳工产品问题 宣布对源自当地的棉花 番茄等制品实施全面禁止入境规定 而就在露天前 美国海关在洛杉矶长滩港扣押了32箱 来自新疆怀疑与强迫劳工相关的女士用皮手套 王亚秋认为 在应对设强制劳动商品的问题上 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 美国政府的制裁是一个好的开始 把他拦下来这也是一个警告吧 就是不仅是对这个生产这个东西的东西 也对其他公司就是说 你要是不撤查的话 你有可能就是被海关拦截的 一个我觉得是公司资历 还有就是公众监督 消费者选择不去买这些东西 最后就电台记者恒结 华盛顿采访报道 蓬佩奥和德沃斯上周五签署的这封信的主旨 是捍卫美国的学术自由 他们指出 来自中国专制政府的恶性影响力 对此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他们引述《华尔街日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说 香港国安法的寒陈效应 正蔓延到美国校园 在普林斯顿大学 上中国政治课的学生 将在他们的作业上使用代号 而非真实姓名 以保护他们的身份 在阿莫斯特学院 一名教授正考虑使用匿名聊天 以便让学生自由发言 在哈佛商学院 如果学生担心相关风险 他们可以获准不参与敏感政治话题的讨论 这两名政府官员随后在信中说 中国政府还通过另一种方式 对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施加控制 那就是孔子学院 尽管美国仍有约60所大学的校园内或周边 设有孔院 而这些孔院自称是中国语言和文化学习中心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他们也是施加和散播中方恶性影响力 以及中共大外宣的工具 两位美国官员还钻促校方 仔细审查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各个项目 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 维护教学环境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归德表示 尽管这封信并没有明确要求学校关闭这些项目 但政府显然希望校方能这样做 我想美国政府现在认识了孔子学院 在美国扮演的角色 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大外宣服的 所以说基本上会走向关闭所有的孔子学院这个方向 除了美国高校校长 蓬佩奥和德沃斯同日还指含了各州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官员 指出过去十年来 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几百所中小学开设了孔子课堂 他们表示 很多美国学校尽管没有中国政府的介入 仍然打造了优秀的中国语言 和文化项目 因此他们敦促这些学校 仔细审查孔子课堂的活动 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 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削弱孔院的影响力 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 禁止国防部资助石油孔院的 美国大学的中文旗舰项目 除非该大学获得豁免 两个月前 美国政府把美国各个孔院的协调机构 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使团 迫使他接受更严格的行政审查 蓬佩奥上个月还对媒体表示 美国孔院有望在年底前全部关闭 但他并未透露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式 美国独立政治学者吴维群表示 考虑到美国的教育体系 通过行政手段 全民教廷孔院项目的可能性很小 联邦政府不管他制定任何政策 他执行起来不可能统一 在他要求的时间范围内 立刻就贯彻下去 这很难的 更不要说私立大学 行政手段孔院今年成了华盛顿的眼中钉 但美国学籍的看法 看上去却没有那么绝对 美国监察机构政府问责局 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 就曾引述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说 孔院有利于增强美中学术合作 和美国高校的中国招生工作 也为这些学校的中文项目 提供了宝贵资源 金科特分析说 与其动用行政力量 美国不如通过立法方式 来限制孔院的活动 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还是立法 它因为侵害了美国教学体系 美国的大学的学术自由 或言论自由 也侵害了美国宣法规定的宣法权利 这些方面 我觉得有一个法比较好 就在美国政府致函教育工作者的前几天 另一起事件再度引发 外界对孔子学院的关注 我与美国密苏里州的 维伯斯特大学近日发布声明说 当地警方上周三告知校方 该校孔院的中方院长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刘强 已经去世 当地媒体报道 警方在他死前一天 曾就一起儿童色情制品案 搜查过他的住所 不过他的死因目前仍然不明 自由爱之电台记者 加奥华盛顿报道 彭佩奥等美国一些政客 出于意识形态偏见 和一己政治私利 污蔑抹黑孔子学院 干扰其在美国的正常运作 蓄意破坏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合作 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再度炮轰美国政府 起因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前一日接受多家美国广播媒体访问时 谈到孔子学院洋装他们的目的是 文化交流与教导中文 但实质上是为中共进行影响力行动 蓬佩奥再度重申 美方要求孔子学院 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关闭 近年来 美国政府对疑似中共大外宣的机构 重力开闸 包含打着语言文化交流大旗的孔子学院 负责管理孔孕的美国中心 也在今年8月被列为外国使团 被质疑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公式 和影响力活动 在此不久之前 中国教育部已将孔子学院的运行 转交由民间公益组织负责 取代教育部辖下的国家汉办 试图改变自身和中国政府密切的形象 记录片假孔子知名的导演邱明 接受本台访问时这样说 中共会一直用一贯的说辞来掩盖 但是我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不会去理 才就是中共的这种苍白无力的辩解 他的纪录片揭露孔子学院的内幕 与中共渗透的问题 邱明说 他表面上虽然是以语言文化 这么一个看起来好像无害 而且非常友好的一个姿态出现 但实际上中共从来是说一套做一套 做的就是美国政府以及很多 接近人士中共利用孔子学院输出他的宣传 做自由的破坏 室查制度等等 邱明指出 依照美国的制度 政府是无法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 并无强迫关闭孔子学院的权利 只能经由法律途径 使各级学校自行关闭 目前 仅有在2018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规定 禁止国防部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 美国大学中文项目 导致多所美国的知名大学 陆续关闭孔子学院 蓬佩奥也在本月9日 与美国教育部长戴佛斯 联合致函高等教育机构时也指出 国务院无法强迫各校采取任何作为 但他们也在信中要求各校 仔细检视校园内与中国政府的相关活动 邱明认为 目前的孔子学院关闭方式 皆是以五年合约期满之后不再续约 这当中需要有几年的缓冲期 他说 孔子学院被批评在敏感议题的文化 或是学术活动上 要求必须按照中国政府官方的规范形式 引发美国学术自由遭线缩的疑虑 根据非盈利组织全国学者协会的资料 自2019年初以来 至少有39所大学宣布关闭 孔子学院课程的计划 协会的研究项目总监 彼得森告诉本台 中国共产党渗透美国的教育机构 美国政府鼓励学校和学院远离中国政府 是非常明智的行动 是非常明智的行动 他说 中国政府希望在汉语教学上垄断市场 以控制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和思考 他们想塑造学生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试图忽略中国政府的那些蛮横压迫 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向高等学校和中小学发出警告 指出与中共联系紧密的真正风险 这是保护大学和学生所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 他在今年8月发表了一份报告 指出美国大学理事会为了换取中国政府精源 使其渗透美国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教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美国教育部周二 也就是10月20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 美国许多顶尖大学 从中国俄罗斯等外国对手国家 接受大量的资金 但是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报备 报告详细披露了美国政府 对美国高等学校吸取外国资金情况的调查 特别提到了美国大学与中国合作 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具体警告 教育部公布这份详尽调查报告 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执行 自1986年以来实施的一项法律努力的一部分 这项法律要求美国大学依法披露在一年内所接受的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外国馈赠和合同金额 美国教育部这份34页的报告说 美国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人力和技术战略资源 美国历来承诺和保护学校的学术自由 查询自由和言论自由所创造的学术活力 但是几十年来 外国和非国家行为者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用于影响或控制教学和研究 窃取知识产权 甚至进行间谍活动 并利用美国校园作为宣传行动和其他软实力投射的中心 美国教育部的报告特别提到 康美尔大学最初未能向美国有关当局报告近年来收到的超过12亿美元的外国资金 这其中包括7.6亿美元与卡塔尔校园相关的资金 以及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技术公司提供的大约100万美元的合同金额 教育部的报告认为 美国的高教机构是美国的技术宝库 包括纳米科学等领先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许多领域正在蓬勃发展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高校的运作和透明度 缺乏行业、教育部以及其他伙伴政府机构的监督 为外国政府及其代理工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熟悉美中高校交流合作的高教届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中两国从恢复外交到现在所经历的40多年的发展与变化中 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结构性的矛盾 当前美中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所面临的挑战 正是这些意识形态和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和具体体现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曾负责国际交流事务 马昭对美国之音说 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尽管40多年来经历了两国之间 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冲突与矛盾 但是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得益于两个重要的原因 其一是美国跨国企业进入中国 把中国和世界市场对接 其二正是两国间的文化教育交流 这其中包括两国学生留学互访 学者互访与合作研究 还包括高校科研机构的广泛交流等等 马昭说 但令人遗憾的是 或者是说令人担忧的是 目前两国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经贸领域首当其冲 文化教育交流也不容乐观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主任 安全问题专家李查德·魏茨博士 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教育部这份最新报告 及时恰当地审查了 目前外国资金进入美国大学的情况 由此产生的透明度是值得欢迎的 魏茨表示 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必须是互惠的 而且必须在透明和学术自由的基础上进行 他说在没有强有力的保障的情况下 美国大学接受敌对外国政府的资金是轻率的行为 因为这些资金可能被用来追求外国利益 而不是美国的利益 近年来这些风险日益明显 魏茨说 美国高校从中国政府机构或者像华为等国有中国公司获得的资金 无疑增加了这种风险 因为他们资助的项目将被用于使得美国学者转向 从事有利于中国的项目 或者提供机会使美国的研究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不是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发展 根据美国教育部的这份报告 教育部的调查人员发现 许多资源丰富的大型高等教育机构 积极地寻求和接受外国资金 但是未能履行报备义务 报告还指出 有证据显示 相关的决策机构完全忽视其对美国纳税人的义务 以及纳税人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或价值观的关切 按照相关法律 美国大学接受外国资金并不违法 但是高等学校有义务根据1986年的这项法律 披露相关的信息 美国政府认为 美国大学吸纳外国资金的活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缺乏严格和足够的政府监督和执行 白宫认为 出于对外国对手可能的经济间谍和商业机密盗窃活动的担心 严格执行这项法律 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美国教育部星期二表示 计划就高等学校旅行 能接受外国资金报备义务为各大学参与联邦政府学生贷款项目 设立门槛条件 美国之音记者林森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公卿蓬佩奥对希腊的访问 正值希腊以及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 由于争夺地中海东部的能源权益而持续升温之际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端促两个北约成员国 尽快通过外交对话和平解决这个地区的海空权力声索争端 以及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的危机 希腊被视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与欧洲国家合作最稳固的桥投保 中国在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的时候 曾经以大笔资金购买希腊的国债 中原集团因此赢得了比雷埃福斯港35年的特许金融权 蓬佩奥警告了共产中国对这个地区的企图 与此同时 美国国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的富国欣克拉奇 正星期继续对欧盟访问 在欧洲推进清洁网络的全球性倡议 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发布进网行动 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 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 并且呼吁各国效仿 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这项倡议看来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和积极的响应 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最近进行了大的转变 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对此美国国内民意是广泛支持的 不过在特朗普总统针对中国两个手机应用程序的禁令问题上 有学者持不同看法 10月9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视频会议上 有学者认为美国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将破坏全球互联网的开放性 损害美国在全球数字领域的领先地位 专家们呼吁 在当今全球数字时代 美中双方应通过有效对话和完善体制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将对方拒之门外 美国政府8月6日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 发布了针对中国社交媒体平台TikTok和微信的行政令 禁止该两种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下载 并限制与其进行所有的交易 同时要求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剥离在美资产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 如果到11月中旬 TikTok在美的收购还不能完成 将彻底禁止该程序 但美国联邦法院先后阻止了 特朗普政府针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 至今仍未尘埃落定 谈及近日 中国在世贸组织会议上 试图以此类禁令 违反自由贸易协定为由 对美国发起诉讼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副教授 世贸组织秘书处顾问委员会成员 亨利高认为 基于十年前谷歌请求 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起诉 中国网络审查一案的失败 中国此举并无太大意义 国家安全的范畴 是由各个国家自己定义和划分的 你不能把贸易利益上升为必须的国家利益 基于之前WTO的案例 一旦这次在WTO提起诉讼 对美中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 乔治诚大学法学教授阿努探姆·钱德认为 国家安全是政府用来维护统治 并反对其他国家和实体的借口 维护国家安全及利益的理由 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中 被滥用 钱德赞同日前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 以美国政府定位提供证据表明 TikTok向中国共产党和军方提供用户数据为由 推迟特朗普政府禁令生效期的裁决 欧洲政府没有禁止TikTok和微信 印度的禁令是对印中争议边境冲突的回应 这种理由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而是在政治博弈中以牙还牙 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经常被政府用来保护自身 并经常被用来针对其他强势的国家 钱德还赞同联邦法院终止特朗普政府对微信的禁令 他认为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用户的言论自由权的裁决是正确的 然而被美国法院保护的微信却是损害言论自由的极先锋 据多伦多大学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微信密切监视其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户活动 以识别和消除对政治人物和敏感话题的批评 纽约时报贸易与国际经济记者安娜·斯旺森认为 美中双方应该通过更全面的对话来解决保护用户数据和反对审查制度的问题 而不是不经协商直接互相下达禁令 禁令并没有解决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 而是付出了高额的代价 这场博异引起了关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和反对审查制度的全球性思考 不应该直接禁止某个具体的应用程序 无论它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 亨利高认为 美国政府可以要求微信的母公司腾讯将在美业务剥离出来 如同字节跳动将TikTok国际业务与国内版抖音彻底划分 以避免受到中共当局的审查 同时美国可以从之前的贸易协定中吸取经验 在今后的贸易条款里 更明确限制外国政府对用户数据的获取 美国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禁止中国的应用程序 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加压力 让谷歌脸书等美国软件进入中国市场 而不是站在美国的角度将中国软件拒之门外 这将是个双输的局面而不是双赢 钱德表示加强对本国用户数据的保护是全球趋势 欧盟国家同样对美国互联网公司收集欧盟用户数据表示不满 正如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一样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一个保护用户数据和隐私的法律体系 在英国脱欧背景下 欧盟基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英国的谈判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我们需要一个去政治化的法律系统 真正保护用户数据和隐私 而不是保护政治利益 不过钱德忽略的一点是美国网络公司搜集用户数据是为商业目的一般不会与政府分享而中国网络公司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一斌法盛顿报道 据中央社原因一位匿名的日内瓦贸易官员表示 中国代表在10月2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理事会闭门会议上指责美国和印度针对TikTok和微信等中国移动应用程序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明显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 限制快进贸易服务并违反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8月份签署行政令 要求在45天后禁止和TikTok及微信进行交易以维护国家安全 在此之前 今年6月中印边境冲突持续升级后 印度政府也对TikTok微信百度等中国软件下达禁令 指责这些应用程序非法收集用户数据并与中国政府合作 美国代表在世贸组织的会议上表示 世贸组织服务总协定规定 如果一个企业在直接或间接为军事设施提供服务的情况下 可以对其进行制裁 然而中方认为美方的一系列做法是对相关条款的明显滥用 有学者指出 中国在之前向世贸组织提出的反美国关税诉讼中赢得胜利 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中国为背进的应用程序提起诉讼 也有专家表示 此举会招致美国和印度针对中国建立的网络防火墙的反诉讼 现居纽约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者秦鹏告诉本台 美国和印度的制裁措施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协定 应该不是违反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作为贸易来讲 它就是它有很多这种规格 它首先的话 它不能够说干涉到其他国家的这种 我们叫内政是这种国家的安全 而齐克塔尔伯在这方面 毫无疑问事实上是窃取了这些国家的这种资料 甚至还搞这种 就是制造假信息 另外呢是搞这种审查 对吧 刑事审查 等等 这方面来讲 这事实上都是违反大德州的规则的 秦鹏认为 一旦因建立网络防火墙而遭到反诉 中国在诉讼中将处于劣势地位 中共建议防火墙的目的 它不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它是为了自己的政党安全 如果说这个整个像美国印度 在这方面进行反诉的话 事实上就是应该是能够去成功的 众所周知 西方国家的很多网站和应用程序 都被中国政府封禁 包括谷歌 脸书 油管 推测 这样广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平台 还有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大媒体 秦鹏认为 中国是在利用世贸组织效率低下的裁决机制 来进行政治交锋 世贸组织的现有仲裁机制 并不能解决中国和美印之间的贸易争端 但是呢 就是在WTO环境下 它有一个缺陷 就是任何的东西 它实际上都是一个这种 矿日持久的这样的 一个这种 自诉讼 对于这个实际上 现在的话 这个整个WTO的这种出台机制 现在基本上八千万就要干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很大一个承证 大家就是把那个东西当 把WTO这个环境 当作一种交锋的这样一个 小舞台而已 它事实上不会真正的解决 有多少旗帜的问题 华盛顿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史剑道同样认为 世贸组织对解决本次争端 意义不大 他说 美国的TikTok流程 已经是两个月的闹剧了 世贸组织不能在行动不利的情况下 采取行动 它的作用没有以前有效 秦鹏认为 甲骨文和沃尔玛 对TikTok的部分收购 是一个多方共赢的解决方式 但中共当局不愿意为政治利益妥协 导致TikTok的收购出于僵持状态 但是中共它是为了这种 一个是党的这个面子 对吧 你说被 它觉得是城下之猛 而且呢 它通在这个上市呢 去较劲 而不是在国家安全承诺 在这方面去做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目的 应该是会拖延 然后这件事情呢 拖延之后的话 它就觉得这个美国没有更多精力 去在其他领域把自己进攻 这件事情最后 它有很多其他考量 它不是纯粹的一个 大家什么规则呀 什么企业交易是不是法断呢 或者是安全等等这些事情 截止目前 针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 被美国法院裁定 暂时推迟 等待美国政府继续上诉 但在印度 TikTok和微信 早已无法正常使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肖一斌 华盛顿报道 中国科技企业继续成为 美国的追击对象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特朗普政府正研究 对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 和腾讯控股施加限制 因为担心 他们的电子支付平台 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消息人士表示 最近几个星期 美国高级官员加快讨论 关于如何 以及是否限制蚂蚁集团 和腾讯的支付系统 办案包括 类似针对抖音海外办TikTok那样 要求应用城市商店下架 甚至考虑 列入财政部的特别监察名单 但目前没有最终决定 消息人士表示 在官员开会讨论有关议题后 总统特朗普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其后议题无法取得近战 相信下月美国大选前 不会公布方案 蚂蚁集团支付宝和腾讯 WeChat Pay这两大支付平台 使用的人数以亿计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 邦宝乔表示 电子支付一般都与获取客户 个人数据挂钩 并不仅仅限于支付宝和 WeChat Pay 美国官员担心腾讯蚂蚁集团 和其他中国金融科技平台 将主导全球数码支付 使中国获得大量银行业务和个人数据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网络作战资讯安全研究所所长 曾一硕认为 美国并非启人优贤 关键还是在于说 他们有那么好推出一个 一个共同国际标准 而且是大家所愿意采用的 这是最主要关键 也就是说他的东西最好用 不只是国际中 而是大家最爱用的 另外还有一点是 他的这个数位支付 是具实名制的 真民主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有官员认为 对蚂蚁集团和腾讯 施加限制 不涉及言论自由 被法庭颁布禁止令 机会较低 但也承认 目前很难 在法律上找到合理的方法 对蚂蚁和腾讯 做出限制 他要去建制一个 扩张性的科技服务 你反过来讲就是 并没有其他违法的 那同样的 如果腾讯或者是蚂蚁 他们并没有 所谓违法的东西 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 如果没有 你有明显办法的事实 那怎么去限制你 你要举证 那时候他有国家安全的疑虑 那后来你才能去限制他 科技界人士 邦宝乔相信 蚂蚁和腾讯都放眼世界 一旦失去美国市场 影响深远 支付宝在日本 很多地方都落了地 他们已经 支付宝已进军其他地区 在日本等很多国家都已落地 美国市场规模不小 虽然腾讯曾表示 就算你限制 Weighter Pay也只占我们业务 一个很小的比例 但是现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都处于上升轨道 竞争对手就是Visa Master 苹果 Apple Pay Google Pay 蚂蚁集团目前正积极推进上市 集资规模高达300亿美元 假如支付宝受限 美国投资者可能暂停出资 为公开招股 蒙上阴影 蚂蚁则发声明说 并不知道任何美国政府 有关对公司施加限制的讨论 但公司的业务主要在中国 对中国业务增长前景感到乐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在美亿人士州封锁 10月13日发推质疑 美威联会尚未取得美国联邦免税资格 却已获得百万捐款 该组织没有向捐款人说明 没有免税资格募捐是违法 美国41个州都要求 如果非营利组织做公众筹款 就必须提前注册 周锋所透露 新泽西州等地的数位华人 向他提交了举报材料 列举出美威联会 或许会触犯的美国法律条款 包括美国联邦法典 和新泽西州的多个法律 他公布的一份材料写道 美威联会在筹资过程中 没有按照26US Code 6113的要求 披露这些监款 是不可以减免税款的 仅仅自称是登记过的非营利组织 美威联会8月21日的诉讼材料显示 该组织正试图登记 成为符合美国税法 第501C3条款的组织 这类组织通常为公众利益设立 可以接受抵税尊赠 一位全程追踪筹款 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赞美华人 西本告诉本台 美威联会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获批成为501C3类型组织 此外 新泽西政府回复他说 美威联会也尚未登记 成为新泽西的慈善组织 他说我们是一个非民进的机构 好了 但是他没有说一点 就是说我们是个非民进的机构 我们正在升起联邦的免税地位 那么如果说联邦的免税地位 没有批准的话 他就不可以 这个捐款是不能抵税的 本来这个总统令 最开始下来 以后上华人设计 都是很平静的 大家都知道微信是怎么回事 对吧 虽然有人很不满 但是他也知道 微信实际上也就是一个 因为经历了李文亮的这个事件 大家都知道微信 是一个被监控的平台 大家也不是说非要用它不可 就是说是相对来讲平静一点 然后这个他们的信息一出来 哇 华人家的就 这个对我们的歧视 然后这个又是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们在整个这个诉讼过程中 用来很多的单方面的 煽动性的这种宣传和误导 在美职业9年 参与公民力量微信集体诉讼的 诉讼律师王代史则认为 微信诉讼案件有很大的政治性 很多捐款者未必会在意免税规定 其次美国IRS也未必会重视这些投诉 个人信息保护草案 已提交至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本月中旬将接受审议 草案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 只有在具体特定的目的 和充分必要性的情形下 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并且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或书面同意 但是国家机关 依然可以为履行法定职责 处理个人信息 如果法律 行政法规等另有规定 或者取得了个人同意 国家机关也可以公开 或者向他人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 周锋所担心 中共借用微信监控公民的行为 会进一步合法化 包括海外用户使用微信 统统变成国家行为 王代史主张 这个草案应该保护个人信息 不受中国政府的支持 他十分支持在美华人 为维护宪法权利而辩护 希望中国公民也有一天 可以在自己的国土 依法践行这种权利 这个案子叫 US WeChat Use the Line for Donald Trump 你想想看 在中国有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吗 对啊 起诉习近平 说习近平违反我们的宪法权 然后才会有个中国的法官 法官同意 说对 你违反了这些公民的宪法权 所以你想要进行的政策 不可以进行 这个有可能吗 不可能 截至发稿 每位联会尚未回复本台的采访文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徐晓珊 华盛顿报道